国道三化 台南新化段 今天凌晨发生了车祸 顶级的法拉利超跑 跟自小客车擦上之后 起火燃烧 救护车赶到国道三号 新化路段车祸现场 陷入一团火球中的是 千万法拉利超跑 一旁的白色轿车 四个人夹在车内被紧急送医 其中两个人伤势严重 就是震一下 震一下我们就开始打 滑到那个内侧道去 白色轿车后方明显遭到撞击 法拉利滑行到路间之后 不到30秒就起火燃烧 我也不太确定 应该啦 是滑行到路间 然后好像没30秒就开始起火 法拉利驾驶自行脱困 表情惊恐 他是车行员工 从北部开着法拉利 车厌南下要到屏东交车给客户看 却发生车祸还火烧超跑 驾驶紧张不是没有原因 这部2005年出产的法拉利F430敞篷车 时速0到100只需要4.1秒 当时1800万元的高价全球一车难求 现在二手车价也要七八百万 脱掉人员看到法拉利烧成焦炭 近乎上千万竟然就这么烧光 法拉利430 那一台要多少钱 1000多万啊 1000多 就这样没了 就这样没了 顶级超跑经过大火焚烧 落的这副落彩模样 只剩标志还认得出是法拉利 驾驶对于车祸原因没有多做表示 警方已经着手调查 为何发生擦撞 这可是攸关责任归属 还有高价的保险金 记者黄瑶明谈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